台湾的政府把最高级的科技垃圾和味料丢到我们的脑上 三十几年以来浮世外泄 侵染我们的土地 残害我们的孩子 全台湾你如果有机会去查一查 全来以所有癌症死亡的病例是全台湾最高的 鱼头汗飞鱼是我们的早餐 突然之前台湾政府的核定厂的老板说 笨蛋到台湾的总统府吃早餐 那儿最安全是台湾的中心 在那儿陪总统吃早餐 吃饭正是你们的早餐 男人吃过六十 女人吃胜三七 我们的孩子们吃魅绝 所有死亡的 所有死亡的人 越来越多 我们要求台湾的政府使一条命 你就要给我赔 1980年2月原子能委员会 蓝宇核肥料储存厂第一起工程动工 1982年5月17日 台电正式将288桶核肥料储存在蓝宇 红头与 兰花居住的岛屿和辐射储子岛 这是涅毒的证据 储存厂 口口声声说 这个没事 非常的安全 他们这么说 他已经杀害了我们 已经消灭了我们的后代 消灭了我们现在的人 第二点我要讲 非常奇怪的事情 蓝宇 废料储存厂 它有这个名字 但是我们达沃人 并没有成立这个储存厂 为什么要称为蓝宇储存厂 请问 蓝宇储存厂 你忘记了吗 你的老板是台电 所以我告诉你 你的名称是 台湾电力公司 后段处 废料储存厂 而不是蓝宇储存厂 以前土地供养的农作 丰收的喜悦 再也找不回来了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所居住的环境 已经被干扰 已经生病了 我们郑重诉求 一 蓝宇核被料 临时储存厂 设计不足 加上管理一弹 核辐射 履理外泄 飞行丸 我们要求政府策定解决 立即全部迁离 回归台湾之核电厂战土 并处理土地 后续清理 回复 归还及活化事宜 二 行政院在核能废料完全迁离 核能辐射完全衰减前 必须纳入部落民众共同参与 立即进行核辐射影响环境水土 生物生态 身心健康之全面监控与常态检查 近期内应先安排提供所有部落族人全身健康检查 第三 达物民主将提出环境诉讼 申请国家赔偿 核能废料储存厂 对蓝宇长期累积慢性延续之经济及非经济性的损害 并对国际控诉中华民国政府侵害援助民主自觉与自主之权力 甚至灭主之阴谋 第四 依据公民与政治权力国际公约 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力国际公约 与援助民主权力宣言达物民主代表 要求与中华民国政府最高当局展开谈判 签署达物民主岛屿治理协定 等一下 等一下 身为一个母亲 我非常的沉痛 过去的战友 过去的疾劳 固然她死了 可是我想我面对恶灵 抵抗恶灵心智并没有改变 你们看看 我右手边这些疾劳 穿着传统服装 助力在风雨之中 我心里非常的沉痛 为什么我们这种民主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受到关注